进口茶云木混珠 消费者如何买到正港南投好茶 在经济部工业局和县府的辅导下 台数科集团中投有线电视 发表南投茶APP 结合了观光及网路行销 开拓茶市场 县长林明珍表示 科技可以卖农产品 也可以行销观光 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 网路可以一目了然 也帮助农民行销 南投县府为了加强行销南投茶 与台数科技团以及资测会等单位合作 开发南投茶APP 并在南投县政府大厅举办发表会 让民众只要以手机下载南投茶APP 即可透过VR虚拟水清方式 引领民众进入县内渔池 入股及民间等茶产地 有茶香买好茶 县长林明珍表示 科技可以卖农产品 也可以行销观光 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 网路可以一目了然 也可以帮助农民行销 南投县政府跟台湾四位科技公司 共同来推动 我们南投县的这个龙透产 及观光发展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那么现在目前科技非常的发达 我们的龙透产品 我们的观光景点都能够透过4G的网路来行销 我们的龙透产 来行销我们的观光景点 是相当有效益的 所以今天特地来这边发表这个成果 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4G的一个行销 让农民在他们辛苦种植的这些茶叶 还有这个姜黄 能够在透过这个4G的行销之后 也都能够把他们的产品 卖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 看到我们的龙透产品 从种植到收藏 有没有农药残留 都给你们做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让大家来聆聊 让大家来了解 买这些东西回去 我们吃着才安心 吃着才能够健康 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机器推动 会给我们这个农业 带来更好的一个帮助 台数科董事长调芷成表示 南投市茶的故乡 运用数位汇流科技 茶及农产品行销可以节外取值 南投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茶的故乡 那茶是需要很多的行销 让我们台湾的美好 能够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所以我们就尽我们的本本 做了一个很好的 不管是4G或者是我们网路上的应用 让我们的茶能够在行销上面 走向国际 那我们也特别要谢谢工业局 还有我们的南投县长 他们为了我们这样一个地方上 要行销的不遗余力 也长期的支持着我们 那我们希望台数科能够在 地方上不只生根 而且能够在地方上做更多的回馈 再接再厉 发表会中 相关业者展示开发成果 包括资讯平台整合油城与导购 提供专业检验 让产地来源透明化 农地土壤感脆器 监控茶园土壤温湿度 让产业迈向精致农业化 不但可以建立南投茶产地资料库 逐步累积产地大数据 混茶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对茶农机消费者来说 将互谋起立